很多人说这一次五一节出游啊 很多人是唯旅行 就不是真正的出游旅行 所以这样的旅游呢 也就产生了一些另类的风景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样的另类风景线 却突然之间成为网红 所有的这个男生女生啊 看过来 他们发现这个外滩的特景啊 是特别的帅 颜值超高 个头又特别的高啊 那特景当然是百里挑一 甚至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所以很多人呢 来外滩旅游不仅仅是玩啊 自己玩 还跟这个特景合影起来了 而且特景基本上都允许合照啊 不像这个英国皇家卫队啊 不容侵犯啊 这个特景都特别和蔼啊 都愿意跟男生女生们合照 当然女生们最花心啊 很多漂亮的小姑娘都要凑到啊 帅哥身边拍一个照 而美女骑警也是一道风景线啊 这个在外滩这个跟公众交流的美女警察呢 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啊 毕竟上海的警察说话软软的好好听啊 那骑个自行车从而过的时候是被提醒 这个自行车是不能够过来的哦 你要把它停好啊 所以这个在上海外滩旅游 难怪有那么多人愿意来看啊 过去看的是成一条线 人墙啊 现在看的是高高大大的帅哥民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